大家好 我是苏耀和 今天跟大家继续讲一点经济类的话题 就讲讲特斯拉和他的背后的老板 一个年轻帅气的老板叫马斯克 讲讲他作为一种企业界现象 作为一个市场现象 作为一个公司现象 从他身上我们能发现一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说他呢 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制造业 都在从中国彻底的时候 马斯克的特斯拉在上海建厂 开始投产了 那理所当然的 他当然是希望来中国赚钱 你要说电动车的话 当然这个是时代最优秀的电动车 最好的电动车一定是特斯拉 没有之一 中国那些电动车都是山寨电动车 都是垃圾的 谁敢买啊 谁买谁傻 但是这个特斯拉好像还不错 这个很多人买啊 在美国也有一批人买啊 你在日本也能看到 这样的一个汽车生产大国 你也能看到特斯拉的影子 在欧洲你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但是问题是 马斯克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来中国建厂呢 你不觉得挺逗的吗 这是你如果从情绪的层面 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按照我们这个网上说话的习惯 是不是被这个中共收买了呀 被统战了呀 你老子进水呀 有病啊 现在中国经济在全面下行 无数的职责企业在从中国撤出你 你这个活过来干嘛 你早干嘛起来呀 你为什么当时不过来呀 而且这个现在中美贸易战 其中有个很关键的环节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知识产权呢 然后人家美国人就直接说 你中国人就是一群贼呀 偷啊 你的留学生 你的那些华人的教授 你的企业 合资公司都在偷技术 而且不仅偷啊 你还强制转让核心技术 对吧 有这么一个词啊 就是你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相关的部门公司 对于那些在中国经营的企业 强制转让它的核心技术 这之前是有条件的呀 我可以在你在这里面做公司啊 做合资企业 但是我技术是技术不会给你的 我做过这方面调查的啊 你比如有一个点我去河南 开封啊 荷兰这个郑州做做做调研啊 做调查这个郑州不是有个叫做日产公司吗 做做汽车泥桑吗 是吧 然后他那里生产了一个很很好的车型 叫做那种这个介于越野SUV啊 这个我想不起名字出来的 反正很好的一个车型 卖的很好 尤其是那些在三线城市以下的干活的人 喜欢买 因为他既不像皮卡 他像个SUV 但是他又不像SUV 他里面装很多东西 而且他动力挺好 叫阿拉丁还是什么呀 帕拉丁 对我想起来帕拉丁 然后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的中方的管理人告诉我 他说中国人只是在这个流水线上 就是把这个产品做到位就行了 在技术在设计方面 中国人是一点话语权都没有的 有一年他们说这个 他们的那个车的那个门板上呢 有一有一有一根线呢 不太合你啊 看上去有点刺儿 然后呢容易滑到这个手臂 然后就是就建议把这根线呢 把它往下降一点点 这属于设计啊 然后当即就被日本方面的这个经历 就就拍死了 不可能 因为这个这属于设计 这是我们中国日方的这个权放 权力范围之内 你中国人没有权力参与 他就到了这个程度 所以早些年我我做汽车调研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一个有一个词吗 就用市场换技术 就是我中国开放市场 让你外国的汽车公司进来 然后过去年以后 我慢慢慢慢学到你的技术 但是事实上你发现 你真的能学到技术吗 今天的宝马奔驰 今天的这个凯尼拉克 今天的通用 今天的丰田 今天的这个尼桑 他会把技术给你吗 你学得到吗 学不到的呀 技术是他的核心价值 他不会给你的呀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在中美贸易 为这个知识产权在打官司的时候 在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你美国的一个企业家 一个马斯克带着你的最核心的电动车的核心技术 你来中国开场 你不担心被中国人偷走吗 你不担心被中国人强制买走吗 所以我们这个游戏这个习惯于一矛盾的这个人就会说 这个马斯克这个人肯定是被这个我党给收买了 被统战了啊 因为因为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嘛 第一他的公司虽然很火啊 但是他一直亏损的亏得很厉害 基本上马斯克他的这个这个特斯拉 他只要造一辆车 他就亏一笔钱 就是就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 到今天为止完全没有实现盈利啊 一直亏损 而第二你知道这个特斯拉 他是个什么公司啊 啊 他是一个国有企业 你要记住啊 特斯拉在美国是个国有企业 是政府主持的 特斯拉他自己是不是持有完全产权的 这个这个这个马斯克他是个职业经理人 他不算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企业家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因素啊 就集中在一块 我们就可以思考这个马斯克和他的特斯拉 他之间隐含着一些什么重要的经济学的常识 甚至是政治学的常识 这个时代为什么要大家都要搞电动车吗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环保 而你如果你在中国 之外的地方生活过 尤其是在欧洲在美国生活过 你知道环保这个词 保护自然这个词 环境保护主义这个词 那在美国在欧洲那是绝对意义上的政治正确 我早几天不是作为一个视频吗 就是我们不要吃鸡肉了 因为杀死鸡之不环保 不是动物保护主义 我们去吃什么呢 去吃婴儿的肉吧 就为了环保 为了动物保护主义 为了这个大自然的平衡 我们可以杀人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环境保护主义的这个 极端的说辞 所以他现在他每天他们制造的一个 一个词就叫全球变化 一开始叫全球变暖 后来又觉得自己这个有漏洞 然后又改了一个词叫全球变化 这个特斯拉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所催生的一个产业 因为电脑是这个没有这个燃气的排放吗 不烧油吗 他用的是电吗 而电我们一简单一想 哎呦对啊 电它环保啊 不污染大气啊 这样我们的生活不是很好了吗 这个话题就要从这里开始 这个事实是 或者说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你如果是你有一点点这个科学的训练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汽车燃烧的排放呢 对整个环境的污染等于你 啊就说到这儿我们就就扯一扯中国啊 你看中国的那帮那帮流氓政客 那些流氓的这个市委书记市长 他们每次说要解决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 解决这个一个城市的PM25大气污染的问题 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他们就是对着汽车动刀啊 像北京这样的地方已经到了神经病的程度 知道吧 精神病的程度啊 又是现行又是限购啊 然后还有遇到重大的节日 所有人都不能开 然后还据说要争这个空气税排放税 最后就恨不得你所有的车啊 不让你上路 你可以买的 不让你上路 而且买也不让买了 限购了呀 以前我我们买车随便买啊 我买了两辆车没有什么牌照费 有一点200块钱 现在你摇号你根本摇不到 理由是什么呀 就是要环境污染啊 要解决这个大气污染的问题啊 但是我告诉你 真正意义上的北京这样的城市的PM25 严重超倍的唯一的理由 就是北京和北京周边的那一地方 大量的钢铁厂 煤矿 化工厂 造纸厂 就这些东西 而且排第一的就是那钢铁厂 也是不知道这些年中国为了赚快钱 为了赚简单粗暴的 我称之为低端钱 它就是生产粗钢或者是毛钢 它先把粗钢生产出来 然后出口到哪呢 美国人是不要这些东西的 美国加拿大都不要 欧洲也不要 他们先出口到越南 出口到韩国 甚至出口到日本 然后到日本以后 然后日本的韩国人 或者越南人 或者印度人 他们把它再包装一下 加工一下 把它制造成符合加拿大 或者符合美国市场的那种标准的钢铁 然后再出口到美国 像中国人赚的最简单的 最粗级的最小的钱 所以这关于钢铁出口 它有真正赚钱的是那些韩国人 那些日本人 他什么都没干 其实他就他根本就不会冒烟 他就在一个工厂里面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加工就行了 他根本不用去点炉子 是吧 但是中国你去看 在整个华北平原 那是烟囱里 你整天把我黑烟 这是中国陷入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环节污染的唯一的原因 但是政府他没法解决 因为这些钢铁厂他解决了就业 他解决了出口创汇 他解决了一定意义上的税收 他怎么可能停掉呢 他不可能停掉了 他连人死光他也不会停掉 他们自己有钱用 这时候他没办法 他就把一鞭子就砸在我们这些有车的人身上 这不是开玩笑吗 美国国家私人汽车拥有量是最饱和的 一个家里面至少两辆车 有的家里面是人手每人一辆 你在欧洲也是 满街都是车 你看巴尼那个城市 人家的天空很干净的 人家的空气很干净的 对吧 你看日本也是满街都是汽车 人家是汽车生产大国 也是汽车使用大国 人家的空气很好的呀 所以我说这个什么呢 空气污染呢 石油燃烧对空气的污染的这个指数吧 越等于零 汽车排放对大气的污染可以忽略不计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类的确他制造一些这个废气 但是这个东西太小了 我们人类的力量就那么大 你不要以为你人类有什么了不起 不要以为人类今天的科学也了不起 你以为你能改变地球的运转吗 你以为你能改变这样一个缜密的 优美的啊无所不在的这么一个大气层吗 它太大了 你以为你能改变上帝的创造秩序吗 你开什么玩笑 你人人类你做蠢事情 你人类做恶 对唯一的被惩罚的对象就是你人类自己 所以这个大气污染 环境污染这个事 它最后受害的就是我们人类自己 你根本就无法影响到整个大气层的这个质量 所以有很多很很很搞笑的这个担心 比如说我们担心这个海水 这个过去很多年这个 升高了多少米啊 是不是有这个担心 我们担心我们这些天太阳 这个空气这个温度越来越热了呀 意思于说太阳它不均衡啊 太阳不稳定啊 所以我们人类受罪啊 这都是无知的骄傲和骄傲的无知 你根本就没这个能力 所以你如果如果认可我的观点就是 石油燃烧对环境的污染 约等于零 汽车排放对大气的污染 可以忽略不计的话 那么这个电动车的出行就是一个骗局 就是个骗局 而且电动车的污染 比这个燃油车的污染更大 你发电也污染大 可不那么简单 这个水电站的对整个自然环境的破坏 那是有史以来之罪 一条优美的这个如湿如画的江河 因为修了一座这个大坝 修了一座水电站 导致整个河流被污染 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事实 对吧 核电站也是有核污染的 对吧 而且汽车的电池电动车的电池 它淘汰起来非常快 那个电池它是不可回收的 那是大量的污染 所以你把这个观念呢 或者把这个科学的尝试 你如果建立起来以后 你会发现 我就可以说这个马斯克他是个骗子 他是用电动车的这个新概念骗钱 他这些人骗的可多了 他知道特斯拉赚不了钱 他知道他所有的这个投资都来自于政府的投资 因为因为市场化的投资 它很清晰的 比如我投资给你特斯拉 你呀不赚钱 我年龄给你赔本 没门 但是政府 美国政府 它是个极其支持你创新的这么一个政府 他所以特斯拉这些年 马斯克这些年 他除了电动车以后 他也不断的给自己制造一个创新企业家的这个冠冕 一个头衔 一个光环 所以他会搞什么回收火箭 诸如此类的事情 他搞了很多 他就是 干什么呀 骗美国政府的钱 让美国政府不断的给他往里面投资 所以我觉得他这次来中国 其实他这次美国政府的钱骗的差不多了 现在跑到中国来骗中国政府的钱 你听明白了吧 所以特斯拉这种公司来中国投资 中国一定是看上它两个东西 知道吧 第一 是它的技术 电动技术 对吧 觉得能够把中国的本土的电动产业电动车产业把它做大起来 我们中国的现在买电动车也是有补贴的呀 他没分析过这些事情的呀 对吧 第二 他能够制造一种光环 就是最优秀的创新企业家马斯克这个时候来我中国 我我可以说到说到就觉得我中国是开放的 那马斯克只有一个诉求啊就是骗中国政府的钱好骗呢 而且这个最搞笑的除了他回收火箭这种创新技术吆喝以外 他还最近吆喝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他说他找到了一种把一种智能软件就是置入到我们人类的这个大脑里面有这么一个技术啊 你一听我觉得就就就就就就渗得慌啊 渗得慌 这就完全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意义上的民情秩序 你在一个人的大脑里面啊 塞进一个软件 那个软件是金属的是物理的 而人呢 他是个有灵魂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 你觉得这这是一个思路吗 所以其实他的目的还是要骗钱 先用电动车的这个旗帜骗钱 然后呢又用这个什么回收火箭发射器的骗钱 然后呢又用这个什么人工智能软件置入人脑系统的新技术骗钱 他就是一个典型以上的骗子 这话说话说到这会儿呢 你光马马斯克没用 他就是这么干的 不断的造声势 但是我想重申一些什么呢 一些这个公司的尝试 我说了我是研究公司的啊 我写过不少不少的公司诗 伟大的公司通常只做一件事情 你看马斯克这些年呢 他不断的吆喝 不断的折腾一个新产品 从电动车到火箭回收 再到人工智能软件支付大佬 他那个跨度之大呀 他自己估计都想不通 我怎么这么牛逼啊 我怎么能做这么多事情呢 而且完全不同的领域 你觉得可能吗 他的这种 这种这个马斯克的这种 吆喝劲儿这种骗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还是有人相信他 我一毛啊 我一毛你要相信他啊 其实就是一个意识形态 因为环境保护是最大的正确 所有的骗子都走这个套路 你看那些美国的民主党 那些搞环境保护的人 他们都是骗子 他们都在那里搞那个事情 不是说他们在巴黎 开了一个环境保护的大会吗 然后一溜的企业家 一溜的政客 搞环境保护的政客 开着他们的私人飞机 去开会 你说你烧多少油 你给大自然排了多少废气 你为什么不环境保护了 对吧 你说奥巴马不是要提倡环境保护吗 巴黎七货协定吗 你为什么自己买房机 买那么贵的房子 你觉得你不浪费吗 你觉得没有制造污染吗 诸如此类吧 这些人其实都是骗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对企业的管理啊 一瞧不通 所以你会相信他 真的 企业家 真正伟大的企业家 只做一件事情 真正伟大的公司 一定是专业主义 你看比尔盖茨 他这些人 他就做微软 就做操作系统 按照中国人的思路 或者按照马斯克的思路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什么都可以玩 他要玩这些东西 可比你马斯克的钱多多了 可比你的家底猴时多了 你看我们中国的公司 上来就跟你谈多元话 没有一个产业赚钱 又一会儿又搞房地产 一会儿又搞汽车 一会儿又搞金融 一会儿又开银行 无所不用其 什么都想干 你觉得你能干好吗 一个都干不好 你看人家 比尔盖茨就干一件事情 你看人家Google 他就干一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什么 所以我再说一遍 真正伟大的公司 都是专业主义 这个道理和 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也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人 他一生 一定是只做了一件事情 你一个人 如果一生做很多事情 这绝对是瞎掰 绝对是骗子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就告诉你 这个 马斯克 他根本不是一个企业家 撑死了 他是个职业经理人 再说了难听一点 他就是个骗子 我知道他是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偶像 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 创新 这个 作为旗帜的世界 所以很多人 被他创新的旗帜 是蒙住了 所以按照我的预测 马斯克这个人 和他的公司还能 豁游一段时间 还有很多250的政府 会欢迎他 看中他的那个技术 然后看中他的 那个汽车生产能力 然后去骗政府的钱 然后也还有一批 这个消费者 会买他的汽车 最后发现 所有人都被骗了 所以这里就是 有些最简单 最简单的尝试 我们一定要记住 就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去 做这种这个什么的 看上去很时尚的事情 我们这个社会 是一个保守的社会 真正的聪明人 都是在保守主义的意义上 在生活 有些基础的产业 你是无法打破的 就像我们吃东西 你不要花样变形地 翻出各种新视频 你最终就那么几些东西 在美国人就入汉堡包 吃那一袋又一袋 永远在吃那东西 中国人就白米饭 但你吃习惯了 他就这东西 牛排 湖南人就纳椒炒肉 你不要在这些基础的问题上创新 所有在这些基础问题上创新的人 都是忽悠 所以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那些整天呼吁 全球变暖 海平面升高的人民 那些整天把动物保护 变成主义 以主义人们失去的人心的 基本批评能力的人民都是如假包含的骗子 大骗子 那些把这个什么环境保护 把这个气候变化当成他的政治精选纲领的政客 绝对是骗子 有的人呢 是为了骗政府的补贴 有的是为了骗公司的这个贿赂 有的是为了骗一部分没有尝试的选民的选票 反正一条就是骗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